176集白骨座忘冠 袁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 听到方云问自己 方柳和外地说 就一阵而已 好快 我不想 方云大声地说 方柳不等他说完 已经下令 方家弟子 结阵 保护少主 八名方家弟子跳了出来 在老槐树的四周站好 各城镇西 方柳 站在槐树下边 神识形众很专注的样子 慢慢开口 足有无名无相 无上天摩余契在上 不肖子孙方柳 一不能到无缘众生 二不能令众生界空 三不能灭众生定业 自敢自身罪孽深重 但狠请老祖灭到大悲恩圆 助我足有方家一臂之力 助我不肖子孙方云 成就阴阳眼 华音刚落 只见整棵槐树 在这个无风的夜晚 枝丫杀杀声响 树叶表现而下 布满整个方家大院 这句说话 在水底的唐方听得清清楚楚 无名无相 无上天摩余契 唐方又听到了一个名字 在白寒口中 唐方已经知道 足有十三墨 是尸鬼村在人世间的奴卜 各有祭拜的主人 皇家祭拜的是 僵尸四大真主之一迎勾 而方家的老祖 莫非就是这个所谓的 鱼溪 但是这个鱼溪 不知道是不是 也是僵尸四大真主之一 唐方潜在水底 虽然身边满布蛇形鲜鱼 但是似乎都感染到唐方身体内 一种不可预知的危险 不敢主动攻击唐方 反而是为了刚刚落水的几句喜神 抢到不可开架 唐方知道 上边的人一定在轻风作浪 在自己自保无忧的情况下 不妨在水底听下他们搞什么阴谋 或者从中可以听到有关灰月针的秘密 虽然湖里面恶臭难闻 旁边这些蛇形鲜鱼也都令他反胃 但是唐方也都唯有强忍着先 狐狸啊 唐方心底里面闹了一句 硬着头皮咬着牙关 这一锅唐方都算是牙得辛苦了 唐方藏自己体内的生气 在湖底慢慢坐下 眼观鼻、鼻观心 把动根本 这时候就连方家的家主方柳 都感觉不到水底有什么古怪 他挥一挥手说 主位弟子听名 我我把住饮、食、歌、舞、杀、活、忧、虎、八柱 可以被这些阴魂走出去 放云、过来 还在弟子齐声大汗 脚下踏出余报 围绕着槐树慢慢地踏步 而方云虽然心里面不情愿 但是就不敢逆老豆的意思 走到方柳顺便 方柳手中结下印结 雙手拇指、食指紧扣、中指相接 无名指和小指打开放在空前 大喝一声 开! 整棵槐树之中 忽然传出万千鬼名之声 凄厉恐怖 而在湖底的蛇形鲜雨 更加是好像天左那样飞速游动 似乎即将有什么恐怖之事发生 这种感觉 方柳在风中八方不动 忽然间 在怀里面 拿出一盏灯 迎风一辉 灯自然 微弱的蓝光 照耀着方柳的面容 在旁边的方柳面色一变 几乎脱口移出 破玉登耳 难道他 他居然要连白骨冠 方柳云都只是个小孩 他怎么受得到白骨冠的痛楚 方柳看了一眼 旁边根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的方柳 心里叹了一口气 这个方柳自有精乖 跟谁都亲 是方家上下个个都喜欢的 想到方柳日后的下场 方五心里不太心痛 白骨冠 白骨冠 方柳 哎 家主竟然想用这种方法 来开启方柳的阴阳眼 难道真是 只有这种方法才可以开启阴阳眼吗 如果是这样 那就真是不如 方柳大声喝话 揚名大灰 圆极文昌 万千云百居游天降 这棵老坏树 发出无比凄厉的声音 无数的点点鬼火一样的光芒 在老坏树身上出现 照着这棵仓天老坏 发出微弱的光芒 在旁边 不知什么头的光芒 居然拍起手掌笑着 好多萤火虫啊 好多萤火虫啊 好看好看啊 这个就是九丘神灯吗 老坏树这种状况 不要说方五没见过 就算方家上上下下 包括方柳倒没见过 古佬相传 这棵方家的坏树 其实是一棵毛根之树 树下面震着无数的生云 一旦将接引之灯 也就是方柳手上的破玉灯 而点着 这棵老坏树的枝丫 就会分为九树 依九位陈列 一树九层 层别九枝 九枝之上以生云为人 形成一盏气势 旁边无比的大灯 九丘神灯 九丘 东为丘明 南为丘阴 西为丘夜 北为丘峰 东北为丘都 东南为丘治 西南为丘冠 西北为丘虎 中央为丘欲 树里面阴云无数 分别阵在九丘之下 也就是说 这棵槐树一旦点燃 就是一个人造的地獄 方五 看着狠前黄黄之杖 心里面不禁感慨 虽然他不知道 这个九丘神灯到底有什么妙用 但是 在方家口口相传当中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兵器 甚至是超越了世间有一切 是妒戏的存在 但是 方家几百代相传 他是 无人能够驱拆这个神物 想想 如果真是 有人能够用人间地獄为戏 开则放出万千阴灵 带则收云入宫 那这个章是多么恐怖的事 可惜 方家无德 如果不是 足由之中 又怎会被魏仪加独大呢 但是 现在 方五望着在眼旁 看到目悬神迷的方云 心想 难道家主真是落了狠心 要方云坐白骨棺? 相传之后 坐进白骨棺之人 才能够驱拆九丘神灯 但是方家前辈 都不知多少人曾经试过 结果就变成了一堆真正的白骨 方云天生阴阳眼 难道真是能够被他避过白骨棺之劫难吗? 如果真是这样 方家就中兴有望 白骨棺 分为不静棺白骨棺 白骨流光棺 白骨生机棺四层尺 一层难过一层 稍有差 迟就万劫不复 不静观 静坐 直至自身发红 发肿 发脏 发青 发紫 发黑 皮肤溃烂 全身上下 坏血涂慢 血慢慢化成浓 肉烂到一块一块地跌下来 五藏六虎也开始变坏发烂 臭不可闻 还会生出大量的椎虫 来吃龙血烂肉 最后吃完 椎虫破茧成蝶 飞去无中 剩下的俘虫架 就是一副结白的白骨 白骨上下无一丝一毫牵挂 除了白骨之外再无余蜜 就是一副白骨结白之极 如果捱得过这一棺 在额头印堂向内的位置 也就是天目的位置 会观出一双眼 即以相目神光 向天目一罪化成一双眼睛 圆明无障 此眼观成后放射光明 医到何处 光明即照片何处 所到之处 白骨就越发 变得洁净淳白 之为白骨观 若果这一观能够度过 就是白骨流光观 这个时候骨架之中 会生出一伙红色的宝珠 凶红发亮 施热异常 就好像烧红了的辣铁一样 这颗红色宝珠 放出红色光明和热量 光明照片全身骨落 白骨同样会放出红光 这个时候 光光相入 光光相涌 如一失千灯 非常壮观 这一观 如果仍是能够闯过 就是白骨生肌观 先从两只大脚趾起 十只脚趾生肌 然后至下而上 直至头部生肌 然后全身转化成十六岁的样子 献体通明彩蝶环绕 成光芒流离之体 足有此观 不会被正一的太上解体药 是足有道术当中最为顶尖之术 而且是方家独存 魏家王家乌家三家 虽然各有秘术 但是轮到当中的苦楚危险 都比不上方家这一术的万一 当然 如果能够熬得过白骨观 成就光明流离之体 其中的好处 因为足有前辈没有人收成过 所以就没有人可知 但是圣存就是能够长生不死 虽然这一术艰难到极 但是方家人自信 这一术是足有千般道法之馆 所以方家无数精彩绝艳之辈 功成名咒之后 就开破玉灯收白骨观 戏图收成光明流离之体 结果全部都失败了 近百年来 方家少有天之卓越的人物出现 白骨观也整整三十年未有人修炼过 今日方家足有破玉灯 终于重见天日立 那这个奇术 方云到底能不能够练得成呢 若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多谢大家收听 湘西赶斯鬼市之造促 作者 刑谋七言相 演播 李潮生 第177集 开启 原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 方家整整三百年来都没有人修过白骨观 一直来到今日 方家所有的赌注就是方云的这只眼 因为这只眼可能会在收官的时候 发挥出其中的潜能 方云如果能够助官成功 不单只可以收成光明流离之体 更是拥有令世间所有人都随然三尺的风眼 风眼加上光明流离体 用不怕女人当家的艺家 用不怕剩下一个死静种的王家 用不怕囂张不护不可一世的乌家 方柳如果这次成功 方家就会出现从来没出现过的城市 如果败 方家就只有继续沉沦 这波老槐树的枝丫依然扶鼓声响 方家弟子围着棵老槐树结震 防止这个人间地獄当中的鬼魂走出来 而水底 原先平静的水底更是暗流涌动 这些蛇形鲜鱼 似乎嘴里面发出凄厉的叫声 然后周身在水里面翻滚打震 最后缩成一团 霸造一团清光 在湖水里面慢慢升起 而那些有棺材或者是没有棺材 装着的喜臣 身上的腐烂的肉丝 在湖水里面跌下来 看到唐方心惊胆战 这个时候的唐方 不用看 也知道上面是有人作法 而且是在做一场大龙凤 这么晚了 方家那些死仔还不睡 搞什么苦必呢 唐方安静地坐在水底 全身龙罩着一层白光 直言不动 只是望方家那些人 能够快点停止道法 好令他早点离开 这个腥臭到极 恶心到极的水底 方柳至南方起步 妖树一周 手持破玉灯而却踏曝光 大声地说 在地化狗地 化形为狗肉 狗幽神灯 此时不开更待何时 树上的灯光闪耀更加劇烈 形形相接直射天际 一番壮丽景象 看到各人都目涌神迷 特别是方云 这么壮观的景象 就算是过年烧烟花都未见到过 看到他眉开眼笑 但是方五就满面沉重 心里面若有所思 但是又不敢开声 坏树之上 一个光年花座慢慢成形 方柳的额头滲出寒珠 大声地说 请复今年之焰 恭请忙过某千生罪咎 徐乐尽以巨烧 万劫殃前 逐轻光而疏灭 伸到光明之界 永离客暗之香 年花座慢慢降落 方柳向着自己的儿子扎手 过来 好,好玩啊好玩啊 方云紮紮紮跳地走上前 突然间 方五一手扎着方云 你做什么呀 方柳渴他说 家主 这个时候方五八股一切 平平一声跪下 家主 录一意 录一意 录一意他把花 mechanical 轻微渴 他过不到革限的 你…. 你放过它 ows 方柳渴说 这次是我放假的 兄弟 才大忍 这个时候已经哭到呜呜声 家主啊 他是你亲生儿子啊 只是因为是我的儿子 也是放假下任家主 所以这个就是他应该尽的责任 放柳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放 不同你要造反 家主 白骨冠不可坐 坐之必死啊 我不忍心太阳疑 就这样 家主 你放过他啦 咦 方柳 想不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出现了 这样令他意料之外的事情 为了今天 他筹划了不知多久 苦心惊认 如果在这个关键事后出了问题 他就算将方五 磨皮拆骨都拦解心头之痕 旁边的方云很迷惑 他不知白骨冠是什么 只是知道这个闪闪闪的莲花座似乎很好看 他说 五叔你干嘛 这个莲花座很好看啊 我要坐上去 你干嘛要拉住我呢 放开他 方柳 粟出足柳 逐出竹游是對竹游弟子最大的懲戒 方五周身震得很厲害 但是還是死死地抓住方雲的手不放 他哭著說 苦毒不食義呀 方柳 方雲 是你的兒子呀 居然夠膽政府老夫的名字 方柳大渴說 是人呀 將葉蓄同一族起他 方五咬咬牙說 我不會被我恨而死呀 我要帶他走 講完一下抱起方雲 下定決心 向門外飛奔而去 大膽 方柳面色陰沉 眼裏閃過一絲殺機 藍牙的看 蓮花座的光芒正在慢慢消失 雖然 方五按背份是自己的弟弟 在方家雖然地位不高 但是對方雲的痛石就出了名 如果不是 方柳也不會放心給方五帶著自己的兒子去趕屍 但是這個時候 他也不顧得那麼多了 咬咬牙 雙手高舉過頭 狩獵刃 雙手出力向下一按 雲 天空 似乎模型當中出現一把巨大無比的尺 白光閃過 對著方五的頭頂出力撥下來 方五即時 賊要流血 站在原地 就身劇烈地打陣 但是抱著方雲的手還死死 不肯送開 五叔 五叔 方雲這樣才發現 似乎眼前這一切 完全不同自己的想像 看著賊要流血的方五 他心裡急得不得了 五叔你做什麼 將少主 和我拉回來 方柳下令 幾名年輕的弟子 不敢遺憶方柳的命令 唯有硬著頭皮 想把方五的手拔開 但是 方五雖然死了 雙手還好似鐵鹹的 保護著方雲 眼看著 蓮花座就快消失了 方柳心裡又急又生氣 飛身上前 初掌為刀 照著方五雙臂就斬下去 鮮血 知道方雲整面都是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變故 他根本都還沒搞清楚是什麼回事 爹爹為什麼要這樣對阿叔呢 為什麼要用竹尤尺 將五叔鑑山打死呢 阿爹 方雲忍不住哭起上來 但是方柳的面色 飲沉到好得人害怕 一手抓著方雲 向蓮花座 扔了過去 方雲嗨了聲 跌倒在蓮花座上面 蓮花座 慢慢升起 方雲哭到整個類人 不停喊著五叔的名 這個時候 璀璨的煙花 和好玩的蓮花座 已經引不起他絲毫的興趣 他想下來 想下來去看下五叔 放柳邊讓他下來 這個時候 已經狩獵發決 腳踏曝光 在蓮花座附近 捉起一道模型的一場 蓮花座慢慢升到樹頂停下來 萬千鬼魂呼嘯而知 在方雲眼前 形成一副地獄慘壯 方雲死死的抓著蓮花座 整個臉 嚇到驚惶失措 不停哭 但是這一切 下悲的人 已經 看不到 聽不到 方家大宅 懷樹摧綻 猶如不夜星光 而在方雲眼前 就是一眾 狗憂地獄之鬼 美麗如色的表象底下 包裹著的是 無盡的黑暗 和醜惡 白骨棺 再次開啟 在上西 一棟破爛的小廟當中 黃雲光的傷勢已經好到差不多 經歷了當日搶奪唐芳一戰 雖然險聖龍門真人 但是他的傷勢也不輕 經過魏游這幾個月色深調養 終於復原了 黃雲光慢慢走出小廟 望著遠處無盡的燈火 魏游也跟著走出來 笑著說 雲光 你說這樣的日子 哪裏還在那裏放煙花呢 真是好看 黃雲光慢慢靈頭說 不是煙花 是方家 方家的狗憂神燈重開 快300年了 方家 終於有人助官了 啊 是白骨棺 方家居然有人坐白骨棺啊 是方柳嗎 這個老爺的膽這麼大呀 魏游伸一條舌頭說 這件事是大事啊 我要馬上回去 告訴爺爺 不用了 方家聲勢這麼好大 你爺爺一定會知道 不知道他會不會出面干涉呢 不過 想到現在出手都 已經不遲了 方柳之質平庸 在方家歷代家主之中 只不過是中中步步 300年前 他們方家的方露安 都未曾坐過的白骨棺 他都夠膽去坐 這個老爺是嚴命長 還是瘋了 不是方柳 他不敢 黃雲光領領頭 那是誰呀 那黃雲光到底 猜不猜到 坐白骨棺的到底是誰呢 欲周是如何 且聽 下回分解 多謝大家收聽 湘西港師鬼時之 造促 作者 刑謀七言雙 演播 李潮生 第178集 烏家上門 袁文在族就書接上一回 上回講到 藝遊問黃雲光到底是誰 黃雲光說 你知不知道 方家有個兒子 號稱 天生陰陽眼 是方雲啊 哎呀 他還是個小孩而已 老實說 這個方柳真是喪心病狂了 連自己的兒子他都不顧 啊 哎呀 名利兩個字 令人喪失理智啊 黃雲光令阿頭說 都不知道那個小孩現在怎樣呢 雲光 跟我回去見下我爺爺啦 或者 又不要再在我面前提他 黃家有我一日 就不會忘 黃雲光冷冷地說 凌轉身 黃雲光 回到房間 唉 吐喲 吐喲喚了一口氣 站在門口 看著遠遠 吹燦的煙火 湘西的羊牆小道上 子凌丁 一個人獨自前行 忽然間 遠方一片光芒透天而來 子凌丁心頭一動 說了一句 閉嘍 方家白骨官 講完就加快腳步 向著方家的方向急急而去 雖然他知道 方家白骨官 講清楚就是一個 虛無飄渺的擺設 方家古往今來 沒有一個人練得成 但是也不得不防 何方 從龍虎山的情報得知 方家出了一個天生陰陽眼的人 陰陽眼 可能就是他們 助官的唯一屏障 必須要阻止 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機會 魏家的祖墳 一個老人 看著一塊無字無碑 看到整個人呆了 忽然間心頭一動 他拿出隨身攜帶的 太極陰陽魚 就地佈了 暗暗沉沉地說 白骨官 方柳這個臭小子 真是不懂事 罷了 這次 亦都算是 你這傢伙 一場天大的做法 你 已經是方家了 我知道 我一直等你 我會一直等你 總有一天 你會知道 屍鬼村 誰說是 魏家老人嘴角露出一絲微笑 收起太極陰陽魚 輕輕地撫摸面前 這一塊 無刺無碑 水底的唐芳 仲是盆 室而坐 冥冥之中 似乎一種 熟悉的感覺傳來 他不由自主地站起來 轉頭看看 看到正在垂木而坐的自己 咦 砰砰砰砰砰 一連串的聲音響起 門外忽然間人聲大震 洞門被一腳踢開 一群頭髮胡蘇都白白的老人闖進來 看著方家 這個火樹銀花一樣的不夜天 露容滿面 其中一名老人喝話 露容你好大膽呀 來得好快呀 露容心裡一沉 他被方魂坐白骨觀的心思 雖然不是一時興起 謀劃很久 但是 為了保密 就算是親近到好像方五那樣 也沒有告訴他 這樣烏家的人 怎麼知道的呢 莫非 我方家裏邊 出了來奸 方柳的眼神 所掃身邊的各位弟子 所有知道白骨觀秘密的人 都在了 他們當中又會是誰呢 這班弟子都是方柳一手調教出來 忠誠方面 他自信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 消息是怎麼走漏出去的呢 一名老人走上前 看著眼血肉模糊 斷了氣很久的方五 冷冷地說 何足有陰脈 早有嚴令 不得同門傷殘 方柳 這件事 我看你怎麼向藝家交代 不可以 不過這個時候 方魂已經坐定白骨觀 方柳的心定了很多 冷冷地說 這個是我們方家的家事 難道 烏家的人 都想來管嗎 足有陰脈 同其連枝 你傷害同門 如果被藝家知道 方柳 大罕免了你的家 主之位 是家 哈哈哈 方柳放聲大笑 一班寡婦 難道你 烏無雙 捐過人家富浪 所以 敢幫著這班寡婦講話 眾人齊齊變了臉色 魏家色微 號召力 大不如前 這個是眾所周知的事 但是 爛船都還有三斤釘 魏家幾百年來 一直執掌 足柳一墨牛耳 餘威尚在 如果不是 當日魏猶上門 替黃雲光尋仇 殺了那麼多烏家弟子 烏家都唯有隱隱 不夠膽捉路危家 方柳這番說話 通過最後一層窗子 按照竹柳規矩 方家 已經算是叛出竹柳一墨 竹柳弟子 人人 答以諸之 是來方柳已經孤注一窄 為了方魂的白骨冠 他寧可與魏家為敵勒 烏無雙沉聲說 方柳 這番說話 如果被魏家的人聽到 你恐怕 已經 血淺當場 很難啊 哈哈哈哈 方柳放聲大笑 是呀 阻礙我三麥幾多年啊 我放假 不願再看人面色做人 你烏家 願意繼續做藝家的走狗 食材磚扁 這裏 不歡迎你們 好涵呀 不鬆呀 你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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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有人 再坐白骨冠 今天白骨冠 重現 你烏家 有甚麼解釋呀 白骨冠 本來就是我放假刀法 我願意 幾時坐 就幾時坐 還你們甚麼事呀 現在 我放假刀法 立這樣的規矩 只不過是為了他一家獨大 烏無雙 難道你這樣也不明白嗎 現在正是魏家 最色微的時候 我們聯合起來 滅了魏家 我們自立門戶 豈不是 皆大歡喜 咦 烏無雙 正想斥責 但是 身邊一個老人 一手攔著烏無雙 看著芳柳 問他 你放呀 你刺了我白骨冠 有 幾乎成把鴨 撒醒 芳柳自信地說 我個仔芳雲 天生陰陽眼 以陰陽眼助官 還有什麼酒雞呀 烏家老人敢喊頭說 好 我們等你 說完 帶著烏家眾人就想離開 忽然間 門外一把聲音響起 烏家 烏家現在 只剩下烏老鬼在苦苦支撐 足有四麥聲才可以相安無事 但是 如果方家的人 坐了白骨冠 哈哈哈 你們 烏家是不是還可以維持現狀 很難說 你講 芳柳大聲喊 在場的都是足由一脈的高手 被人潛進來 他是絲毫覺察不到 可見這個人的道法 不在眾人之下 烏家的人一聽這句說話 臉色大便 開始 重新 權衡利弊 你 怎樣看呀 烏家的老人 慢慢開聲 在場所有烏家的人的目光 都停留在 站在最後邊一個弟子身上 只見這個烏家弟子 臉色蒼白 雙手插起三袖當中 整身震騰騰的 似乎隨時一陣風 就可以將他吹走 他輕輕咳嗽了一聲 慢慢走上前 在帶頭的烏家老人耳邊 自知漸漸講了幾句 然後 重新 走進客暗之中 似乎從來都未出現過一樣 放柳釘著這個人 他知道 這個人 才是烏家在場所有人的主心骨 那麼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欲知口師如何 請聽 下回分解 多謝大家收聽 湘西港師鬼時之 造促 作者 刑謀七言雙 演播 李潮生 火互 雙 温揚 絢 P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